当你的老婆瞒着你撕毁二婚子 并心甘情愿掏出全部家庭 给他转账147万时 你会作何感想 张全霖给丈夫戴上的 不是绿帽子 而是金斗笠 当27岁的张全霖嫁给45岁的李铁后 这段老夫少期的婚姻就备受质疑 2000年 被誉为北大才女的张全霖 嫁给了比他大18岁的李铁 很多人都不明白这样一个聪明的央视主持人 怎么在他年轻轻轻时就结婚了 还是一个比他大18岁的男人 张全霖当时已经是 最好的主持人之一 此外 他只有27岁 前途一片光明 当时很多人感叹 这两人婚后能幸福吗 事实上 了解张全霖经历的人都会明白 这个女人非同寻常 张全霖24岁时考入中央电视台国际部 27岁时成为东方时空的首席主持人 同时 她还是焦点访谈的主持人 当时 张全霖年轻聪明 充满理想和抱负 但她的许多大胆想法令人费解 很难找到知己 在一份工作中 张全霖遇到了离体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李铁的学识和自律 就给张全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聊得非常好 更重要的是 无论张全霖的想法多么疯狂 李铁都能理解她的内心想法 给予最真诚的支持和鼓励 就这样 张全霖毫不犹豫地嫁给了李铁 而他们俩生下的儿子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画面中的小男孩 就是给他母亲和二混子 牵线搭桥的功臣 如果2015年每天咳血的张全霖 没有到医院诊断出肺癌 那也不会有后来给二混子 投资147万的故事 1997年时 张全霖以出色的主持和编辑能力 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评选 并通过了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招聘 2000年 他担任东方时空首席主持人 主持了人物周刊 新闻会客厅等著名节目 2002年 阿富汗爆发战争局势混乱 中央电视台想派人报道这场战争 但每个人都知道战争的危险性 一个接一个地拒绝了 这时 张全霖自告愤勇 就这样 张全霖成为中国第一位在战场上报道的女主持人 在张全霖的职业生涯中 还有更多令人震惊的事情 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玉树地震 张全霖在他们中间穿梭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感动的瞬间 然而 命运和张全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敢于努力工作的张全霖 自2015年初以来频频和学 被医生诊断为疑似肺癌 张全霖不得不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回家休息 但幸运的是 经过层层筛查 她被排除了肺癌的可能性 事件发生后 张全霖也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拒绝了重返央视的邀请 她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和孩子在一起 并且决定将重心转移到投资 当时张全霖正苦苦思考没有好的项目时间 她每天都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寻找投资项目 但儿子的笑声吸引了她的注意 张全霖走过来 看到她的儿子在平板电脑上看漫画 出于好奇她和儿子一起读书 结果她看了一眼就沉迷其中 整个客厅充满了母子俩的笑声 这幅漫画的内容不仅生动勇气 而且非常符合历史真相 9岁的儿子看过一遍后 便能够完整地描述一个历史故事 张全霖的脑子里闪过一道亮光 投资任何东西都不如投资教育好 于是第二天 张全霖便独自飞往上海 瞒着丈夫与这个比他小了11岁的二婚子 来了场私会 她愿意和好几个大男人睡在一间房 十天不洗澡 也愿意穿梭在50多度高温的死亡之海 更不拒阿富汗的枪林弹影 这样的张全霖 有谁敢娶 45岁的李铁赶 当她娶了个比自己小18岁的老母后 她不仅可以接受张全霖过去所有的疯狂 也愿意支持妻子 在一个瞒着她约见的二婚子身上砸钱 那这二婚子究竟有何魔力 让北大才女张全霖也为妻折腰呢 当时的二婚子陈磊还是个 拿着5000薪水挤着地铁的普通上班族 除了画漫画 她不爱社交 也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下班后最享受的便是一个人 安安静静画漫画的时候 陈磊当时也开了个自己的公众号 张全霖的儿子也是其中的粉丝之一 即兴子的张全霖没有时间 和她60岁的丈夫商量 直接带着147万的积蓄 来到上海寻找二婚子 张全霖原本以为二婚子 会是个放荡不羁的年轻人 但出乎意料的是 她非常冷静 有很多想法 二婚子的真名叫陈磊 在与张全霖会面后 他们一起讨论了漫画史的前景 随后张全霖决定将147万元 全部投资于她 后来张全霖又找到了徐小平 为陈磊投资1500万元 收到这两笔投资后 陈磊便辞去了原来的工作 开始专心创作漫画 因此她不仅找到了 十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还特地邀请了一位历史教授来检查 每幅漫画的细节 都是经过严格考虑后创作的 幸运的是 结果并没有让所有人失望 经过两年的创作 第一部半小时漫画成功出版 销量激增 好评如潮 仅仅5年时间 陈磊的资产就超过了3亿 投资者张全霖和徐小平 也赚得盆满多满